第232章 青木退学 吃晚饭的时候,青木把张家割草喂猪顺便攒肥的措施跟郑长和说了 夏天的晚饭,郑家基本上都是在院子里吃的 有了一张小方桌,四人各聚一方,吃完了还要闲聊一会儿 郑长和听了点头道 钱儿呀,借你张叔割草,他跟我说了缘故,回头咱也割些回来喂猪 不过要往山上去了,田野里的不够割勒 哎他娘,咱俩早上去割,菊花就不要去了,早上呀在家煮饭吧 菊花听了点头,看着院子里角落心损长出的嫩竹 冲得比老竹子还要高,那棵桂花树却没见长多少,还是老样子 清风穿林度也,携带着清新的气息灌入庭院 有花香,有草香,还有些莫名的味道 总之,只要你张开了胸怀,凝聚你的五感 就能接收到大自然散发的丰富气息 夜色降临,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虽然有漫天的星斗,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 但跟有月亮的夜晚还是不能比的 菊花洗完澡,又在清末的帮助下做了灭膜 便懒懒地歪在竹床上,瞧着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 对郑长河说道 爹,其实我还喜欢挖野菜嘞,清早上出去又不热 哎,就是没空些,要不然趁着挖野菜也能到处转转 郑长河听了笑道,哎哟,闺女儿,这割草呀 跟往常的挖野菜可不一样嘞 割草是要往草壳子里钻的 说不定呀,就能碰见蛇 你喜欢挖野菜,等下午太阳落山了 把镜湖和小青河边挖就是了 其实猪多吃些野菜也是好的 清末对句话说道 往后你肯定能多些空险 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回来了 不再每天去上学了 只在一个月中抽几天的空闲 去跟夫子请教学问就行 菊花听了大吃一惊问道 啊,为啥嘞 你才上了两年的学 应该还有好多的书没学吧 郑长河也急忙地问是咋回事 清末安慰道 哎,没啥事 你们呀甭担心 是夫子说 我跟怀子长云这几个人 读书不畏求不明功利 所以呢,不需要跟小时的和张扬似的 把所有的经书全部细细学过 只要选择那些精妙的经学典籍学就成了 往后呀,还是要靠自己在家多读书 也要多看些杂学书籍 有不懂的就去问他 菊花听了松了口气道 哦,说是这么说 我想呀,冬天闲的时候 还是要去听夫子讲课才好 清末笑道 怕是不成了 等秋天的时候呀 咱们就要见作坊了 菊花拍了下头说道 哎呦,忘了这茬了 哎,你说你念这点子书也是受罪 不过夫子说的也对 你们在家多看些书也是一样的 如今呀,咱有条件了 这书可不能舍不得买 买回来你不时地看一些 又不懂的就去请教夫子 只怕呀,比在学堂里学的还要好嘞 清末点头道 嗯,我就这么想的 咱们呀,认识了字,有了底子 像那些史书、医书、游记 农工方面的书籍都要看看 这样的话,能见多识广不说 很多内容都是跟咱庄稼人的生活相关的 多了了解总是不错的 不然还跟往常一样 就是个真眼瞎 兄妹俩说着话 正常和也听不太懂 只说道 嗨,爹也听不大明白 不过呀,你要自个儿想好了 要是还能再上一年学的话 就再上一年 爹又不是干不动了 不然这么学个不上不下的又撂下了 那不是把先前的功夫都白费了吗 家里的活迹虽然多 也还撑得过去 前年家里那么难你都上学了 如今这日子比今天些好过些了 反而不上了 得想着 咱可不能光想着挣钱了 菊花听了不禁对老爹寡母相看 他安慰道 爹,哥哥不是为了家里忙不过来才不上学的 是因为他不用考秀才 所以夫子安排他读的书跟羊子他们不一样 他们自个儿在家读这些书 有不懂的才去问夫子 这样呀 也变一些 青木觉得菊花说的比自己更明白 便说是什么回事 夫子开了张书单 让他们照着书单上的书籍买来读 听了兄妹俩的话 郑长和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就高兴了 儿子不用每天都去读书 家里自然宽松了许多 于是一家人又讨论了伙下收的事 直到朦胧睡夜才去休息 方家的农具作坊办得热闹得很 把下唐级上铁匠和木匠都招了进去 不仅制造打稻基 顺带的也制作些农具 因为宋掌柜觉得在下唐级这个地方 打稻基肯定卖得少 还是要运到灵狐粥和青灰 去卖给那些大户豪们才好 但这些常用的农具却是有极大市场的 所以他就把这块捡了起来 方家既然涉足了这一行当 当然要全面一些才好 否则的话说是农具作坊 连锄头丁耙也不会制作 那不是笑话吗 材料这块除了铁料要从别的地方运来 木料自然是要就地采购了 青木和张淮却跟李恳田说 这山上的树木不能卖 巷子树就不必说 除非死了 不然肯定要留着长巷子果的 就是死了那树还能长木耳类 其他的如柳树槐树都能种木耳 也不能卖 山上其他的树木 村里还是要留一些才好 往后总能用上 要是卖了的话 难道用的时候再去买不成 李恳田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可不能为了这点钱自断后路 要晓得一棵树成材得要好些年累 等秋天的时候村里要建作坊了 完全不必为了这点钱眼红干傻事 于是这些村庄里就青南村一根树木也没卖 宋掌柜连连成奇 抽岁后的稻田一天一个样 由青变黄 稻碎也渐渐的弯腰下垂 沉甸甸的随风荡来荡起 很快的到了成熟的时候 于是张家人就紧张起来 几乎是磨刀祸祸像稻田 菊花家有十来亩稻田 自然是更加的紧张 每天青木和爹娘几乎是天不亮就夏天了 拼命地割刀 等太阳出来晒一上午后 再用打稻机把稻谷打出来 菊花也紧张了 她想着去年因为有张家 赵家和刘家来帮忙 自家才顺利地把稻子收了回来 今年他们这些人家 虽然田地仍然比郑家少 但今年是要种双季稻的 割完稻子紧跟着就要抢栽碗稻 只怕他们也没有多少空闲来帮手 光割刀的话 爹娘和哥哥三人肯定能应付 割完稻子还要离田爬田摘秧 这要忙到啥时候 她就决定割刀的时候夏天帮忙 她前世是割过稻的 每年暑假 她都会帮着家里忙双抢 不过并没有摘过秧 因为摘秧可是需要些技巧的 不是说摘就能摘的 她在读书也没机会学习 结果她就把这想法说出来后 青木皱着眉头道 你能割多少稻子来 回头累病了更麻烦 家里不得有人煮饭吗 这时候吃饭也是很要紧的 吃得好自然干活就松快 吃不好也累不下来 菊花忙道 我不过是清早帮着割 早饭煮起来也方便 上午再割一会儿 快到赏屋的时候就回来煮饭 耽误不了的 下午室多一些就不出去了 杨氏和郑长和都不同意 杨氏白了她一眼说道 家里也有好多的事 也不轻声嘞 你这样忙忙田里忙家里 那不是比我们干的还多 你又不是捡来的 要这么折腾你 她这话逗得一家人都笑了 青木认真的对菊花道 你呀甭着急 哥心里有数 家里的猪和鸡都不能大意了 得照应好才成 那一头猪的收入可是比一亩稻田的稻子差不多了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郑长和三口两口把一个玉米窝窝头塞下肚 点点头对菊花道 嗯 凡事呀都有轻重 你只管把家里照顾好 这都不容易了 其他的你不用管 有我跟你母亲你哥撑着 菊花没法子 想了想觉得人最重要 可不能累病了 爹娘年纪大了 这么累怕是不成 便又道 那咱们花钱请人来帮工 也省得把家娘累垮了 哎 还是逐渐向地主接近迈进吧 青木摇摇头说道 嗯 田是死的 人是活的 咱干不下来 难道还拼命补成 你想 一亩田除掉赋税 要是再扣除请人的钱 那还剩多少 以往呀是田少 家里穷 没法子 如今要让我选的话 这么种田 我宁可呀少种些 多为一头猪伺候着 也不愿这么折腾 正常和点头道 哎 说的是理 咱们呀 能种多少就种多少 又没人在后边 逼着咱一定要把这十步 就某天都栽上往道 少栽几某就是了 杨氏也道 对 先把稻子先收回来要紧 晚到呀 能栽吉姆就栽吉姆 可不能拼命 青木又对菊花道 这是头年试试 种两季到成不成 等忙过了 心里有数了 明年就晓得 要种吉姆合适了 你放心好了 怀子和赵三叔 肯定嫌忙亡 到时候呀 也会来帮忙的 菊花只得作罢 不过她心里想着 再也不能买田地了 爹娘都不乐意 花钱雇人 买田 那不是找死吗 往后再慢慢地劝他们 于是菊花仍然搞她的后勤 家里事情也确实很多 医做饭 喂猪 晒骨子 忙得脚不粘地 有时走得急了 还笨脚 好 好 好